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28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 彭梦弃调声南部要自私令 而在镇压令下达之后 高雄地区究竟有多少伤亡呢 国际军的机关枪扫射了 国力士兵都死伤二十余人 可能我们士兵也会再打了 他们死伤也会 此外当时高雄市府日彩金卡委员陆光明 当面持枪协护蓬梦器缴械 也是军队出兵镇压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这把手枪四十五年来 也成为蓬梦器随身收藏的历史证物 来爬秋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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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